九十英凯真的敢说 就不怕被AG粉匆忙 最近AG的消息似乎大多都不太友好 除了和平解约最初和初晨 其余就有些不尽人意了 但这并不是AG有意为止 而是各种问题的结痂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AG下一赛的教练组 小兽威威MC小助 看完我们会发现 曾经的老教练组成员几乎都无了 胡笑DC张角等等都已经不在了 不过坏人也是所有粉丝期待的 可是坏上来的人 却让所有人都被AG捏了把汗 而就在前几天 英凯直播时也给出了个人的看法 新选手组成的好吧 小助我实在不了解了 主要的三个位置 前三手 这是属于是比较大的一次变动了 我们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 小兽是BA的带领队伍 打到KPL的打野 当时是自由人时代打野 当时是在野区马尔波罗 射手对吧 大家都知道 然后后来是跟着队伍一起获得了 16连胜 威威大家也熟 早期的五大关 然后成都商务会的最早的五名首发选手 MC 大家也都知道 锦里 然后在各个队伍 我家里上 玉三家都获得过无数的冠军 英凯说的没错 如果按这样的教练组来看 不得不说 六哥回归真的可以随便进教练组了 实则就是担心经验不住 会导致队员们越打心态会越出问题 而英凯还预测了AG的首发五人组 首先编路毫无疑问是叶安 打野大概率是有K甲经验的未扬 中单是九成 射手上一诺的概率是60% 极光40% 这个确实保证 不然这个下一赛也不能将队长换为艾斯 可展示两人相比 还是伊诺打得更好 辅助就是新队长艾斯了 所以从这次AG整体的配置来看 英凯还给出了AG下一赛第一轮的成绩 那就是俯冲臂主 同时预测在臂主的还有涛博 看到这英凯是真的敢说 就不怕被AG粉冲烂了吗 不过小特哥也看好英凯的预测 但至于往后 AG会不会打上来 还得看AG整个赛讯和选手们在比赛时 能不能找到赢比赛的方法